老大找到了 你是年前教你的小女孩叫杨笑笑 在哪 在这里 那她当年教你之后上退队 你心里做了很多医生治疗 咱都没有 还有呢 对了 你爷爷正在小学 有不少人在家 老大需要给你报名吗 不 秦王 脖子断裂 肋骨断裂 叫你小子 平日里不好好练功 我有事情 要先出去一趟 血沙令先交给你了 老大 我找到杨笑笑了 他在哪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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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开你啊 别碰我 走开 我已经很久没有去过这么嫩的女人了 哈哈 啊 你放开我 放开我 放开我 我是这么开啊 谁啊 谁啊 嗯 別幫我 你說你回家 何大 這個男人總看著一個臉色 我首先感謝各位藝術高超的先生們 你們前來參加我們楊家的甄選 他不是那天救了我的人嗎 他怎麼會在這兒 我們經過反覆的商討 最後決定 讓天和成為我孫女楊少少的趙 老爺跟你此意思 我們哪個不知道趙有名出身名門虛假 你不選擇我們 你選擇一個明目見精神的臭小的 各位 這也是我無奈的 昨天對我孫女的事情 相比大家 是 張曉和王天和 已經贏了 我不介意 我要介意 今天就不會來這一套了 我也不介意 我也不介意 就你這樣的蝴蝶 別敢跟我搶人 是不是老子把你發光了人大街上 幹 幹什麼 收手 你給我收手 你做了什麼 以牙還牙 以野還野 就你這點小伎倆 就是你爺爺在我面前 都不敢如此放肆 你到底是什麼人 竟然能控制我周家密毒 回去告訴你爺爺 讓他好好管教自己的孫子 要是他不會管教 我王天和 親自幫他管教 都愣著幹什麼 上 你不肯做了 中少 我們都不等了 什麼 你到底是什麼人 秦六 把他们都给我扔出去 好嘞 你干什么 敢得罪周家 一定要让你们后悔的 郭草 你住在墨连区 这可是很多 有钱有势的人 都住不进去的地方 你到底是什么人 别人送我的 你干什么 别动 我只想要看看你的腿 我能治好你的腿 真的 可 可以了吧 怎么 害羞啊 我们都已经是夫妻了 老大 药来了 把这个药折 会有点疼 忍着点 我 我 怎么了 很疼对不对 你醒了 我好了 我能走了 我的腿好了 爸 你怎么能不经过我的允许 就擅自让笑笑结婚呢 笑笑 你的腿 对 爷爷 我的腿好了 爸 他们结婚 我不同意 他凭什么取笑笑 你看他长得一脸的尖酸刻薄像 不知道在外面做了什么坏事呢 妈 你怎么能这么说天和 我说错了吗 像这样的一个人 连狗都不愿意嫁 你嫁给他 能有什么好日子可言 总之 我不同意 行了你 我还不知道你那点小心思 这样吧 天和和笑笑 他们两个 如果能拿下成熙的那块地皮 这样我可以把我百分之十的股份转让给笑笑 这样可以了吧 爸 是真的吗 好 只要你拿下那块地皮 我便认你做我女婿 好 一言为定 我是王天和 我现在需要柳州城西区那块地皮 老大 明天 是赵家掌握人赵元爸的儿子赵天刚的寿主 赵家 好久都没有听到过这个姓名 这么多年 怕是都忘了自己当初造的孽了 去 给我买份大的 买什么 钟 既然回来了 我也该听 是 恭喜恭喜 生日快乐 来 干一杯 谁呀 我滚出来 听说今天是赵家大少赵天刚的寿臣之日 黄天和 给你送进来的 还不快过来收着 哪里来的野小子 找死不成 我来给你 送钟 斑了天了还 在火锭盘上撒野 来人 我打 没人呢 来人呢 你 你 你 我 你 你到底是谁 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怎么得失你的时间 这么快就忘了自己做什么了 王天和 你 你是王家的人 不可能 黄家人早就已经死绝了 大少尉报 怎敢赴死 靖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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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上线 付出代价的时候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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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a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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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 啊 幸 sehen 就他杀了我儿子 这时候还有你出面 去告诉刘家 只要刘家杀了那小子 赵家就同意与他们家联姻 对不起 我不知道你在于是 等等 坐 我们都已经是夫妻了 早晚都要坦诚相见 你 你先松开我 你就是杨孝孝 正是 我就是杨孝孝 经理认识我 不认识 只是没想到 你们杨家人这么会摆架子 出来谈个合约道带着保镖 怎么 怕我骚扰你 合约我只能跟你一个人谈 让他在外面等着吧 他不是保镖 他是我老公 黄金头 这可跟我没关系 总之 合约我只跟你一个人谈 我去外面等你 有事叫我 嗯 太好了 没想到签约这么顺利 这下 妈终于没有理由 再反对我们了 慢一点 小心摔倒 我都25岁了 又不是小孩子了 杨孝孝 你腿好了 你是为了程西区的那块地皮来的吧 我可以帮你啊 只要你陪我一碗 什么 咱们走着瞧 奉劝你一句 少碰点女人 要不早晚甚亏 这 杨孝孝 我吃的包头 爷爷 您怎么在这 小小 快过来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位是 正式集团副总经理 柳一军柳经理 他可以帮你拿下 程西那块地皮 不用了爷爷 合同我们已经签好了 没有我同意 什么合约都不作数 喂 又把杨家那份合同取消了 可是 可是什么可是 你可别忘了是谁 把你提拔到今天这个位置上的 现在 立刻 给我把杨家的合同取消 卑鄙 无耻 那又怎样 我的条件不变 只要你答应我 程西区那块地皮 不是不可以 我 柳一军 要取消杨家的合约 取消便取消 这种事情 不要来打扰我 等等 杨孝孝 杨孝孝身边是不是有会叫王天和的人 记住 千万不要去得罪他 记住了吗 记住了 请问 无妨 就算是这个合约没有 也没有人能把笑笑 从我身边夺走 想清楚 错过这次可就再也没有机会了 嘿 我就算是一分钱没有 也不会求你这样的王八蛋 你可想清楚了 喂 不知道我在忙吗 你要取消与杨家的合约 为什么 取消 这取消 你管这么多 我不管你想做什么 与杨家的合约不能取消 还有你 被开除了 什么 开除我 郑元你搞错了吧 你知道我背后是谁吗 肇事集团 你都怎么去 可以啊 我小瞧你了 你居然认识郑元副总经理 你不知道吧 我背后肇事集团 赵元霸 可是我干爹 你给我走着瞧 刘经理 求刘布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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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我做了什么 我 懂不了了 我早就告诉过你 少玩点女人 甚虚 柳一君那个事 你 小小 嗯 爷爷 您这是 这里有三百万 你拿去之后 出去避避风头 不要再到公司上班了 股权的事 就当我没说 如今 你们已经把赵家得罪了 我不想连累着我们杨家 赶紧走 就不要再回来了 爷爷 走吧 快走吧 好 爷爷 那我们先告辞了 走 我 帮我取消与杨家的合约 取消合约 为什么 不该问的事情 不要读问 干爹 你一定能帮我说是正元那小子 没空 还有王天河那小子 谁 王天河 就那小子 他连你也不放眼里 我 想报仇是吧 还手可以给你 有本事 自个儿去把面子挣 好 赶紧您二老放心 我一定不会让你说 小子 你不是很狂吗 一会儿就让你在我面前求饶 来 给我打 小子 你 对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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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 我想 派人来周术 不知死我错了 我错了 是我对不住 我求求你放过我 放了 警六 老大 把这些人给我处理掉 不要让他们死这么痛快 老大放心 我保证让他求生不得 求死不能 老大 刚得到消息 明天举办一场拍卖会 拍卖会其中一件藏品 是龙形玉配 就这个 您看一下是当年王家的那块龙形玉配 是 这个拍卖会是刘松举办 也就是当年杀害 并诬陷王家的四大家族之一 这个藏品 也是刘松拿出来的 刘松 洗手吃饭吧 嗯 好 天和 你得罪了赵家 真的不会有事吗 你不信我 我只是有些担心 你刚来柳州肯定不知道 这赵家可是出了名的恶吧 怕什么 人外有人 天外有天 老婆 你有时间担心这个 不如我们两个 生个孩子玩玩 怎么 不愿意啊 没有 没有 相对 你没怎么 你还在说 不愿意啊 没事 知道了和或或或或光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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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大 这些人怎么办 带走 笑笑 你怎么出来了 吓到你了吗 有你在 我不怕 天和 这些是什么人 这些你不需要知道 总之 一切有我在 回去睡觉吧 回去睡觉吧 是我 照顾好笑笑 说 你们是谁 谁派你们来的 不说是吧 请六 打 喂 什么 老大 大 打 打算被绑了 喂 什么情况 不是说让你们照顾好笑笑吗 是你们 这次 只是给你一个警告 如果你不去拍卖会 这女人就会死 你 你能保她一时 你能保她一辈子吗 我 她敢欺负我的女人 就让我再拍卖会 我好好会 恭喜七号 夺得宋代亲友客花梅瓶一个 接下来是一块千年前的龙行玉佩 起步价三百万 每次举手加一百万 还有人吗 四百万 哦 八号四百万 好 六号五百万 六百万 哦 六百万 一千万 九号一千万 一千万 还有人想要尽夺吗 你到底是谁 你想干什么 说 跟你结婚的那个男人是谁 他跟王家有什么关系 又有什么目的 你让我出卖我的丈夫 你做梦 那我就将你妈 从这毛巾扔进去 我求求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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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你告诉我那人的底细 我自然就会放过你们牧匿的 五千万 千万 这是疯了吗 你一块预备 五千万还有吗 五千万一次 五千万两次 五千万三次 恭喜成交 恭喜八号夺得龙行玉佩 先生 请不惯你 说 那个人的手上是不是有块龙行玉佩 我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幸好我不去吃法酒 竟然你不从我的意思 那就别怪我不客气 把人给我扔进去 妈 妈 你放我了妈 求求你 放了我们妈 求求你 你 你 假的 什么 五千万 就买了这么一块甲玉佩 这 我 求求你放了我吗 他是无不得你放了我吗 他 求求你你放了他吧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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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次再来 啊 啊 什么什么声音 听错 真的有声音 喂 你就是蒙天河 笑笑的老公 我是你是 我是杨小船 笑笑的堂姐 我跟你说 我看见笑笑和伯母被抓进会场了 你确定你没有看错 没看错 我看得很清楚 快想办法救他们吧 消息果然没错 小小被别人绑到了这里 什么 谁这么大胆 想跑 摩抖锅手上 也没人能搞出你的手掌心 这里拍外汇的货台不能进 起开 小小 对不起 我来晚了 小哥 到底是谁 金亮 赵考笑笑 不要打扰他的睡 王天河的老婆 你也敢破 你就是王天河 赵天岗是你杀的 最后 现在就杀了我 否则 你们今天所作所为 我定要你们付出用生的代价 啊 啊 好啊 那我等着 等你来找我 王天河 你竟然没死 那你说吧 当年我就说过 我都没死 庇佑 当年的事情 有生有生代价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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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给赵元爸通风报信 啊 啊 啊 我会给你这个机会吗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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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 把刘家人全部带走 送回血沙殿 我要让他们 有生有生的后悔 为我王家的英灵 赎罪 是 赵总 刘家人都不见了 啊 什么 刘家人都不见了 包括刘松 是 我刚刚去给刘松送信 进去以后发现整个刘家 除了有人 一个人都不见 这怎么可能 不会是刘松害怕 躲起来了吧 这怎么可能 这刘松是什么人 你比我更清楚 那 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刘家人怎么突然就全部消失了呢 赵总 刚刚收到手下的消息 说刘松绑架了那个叫杨孝孝的女人 他被害死咱们大少爷子那个小子 给收拾了 不仅如此 刘家急起失踪 很可能也是这小子干的 你说 这小子会不会是王家人 那小子不是也姓王吗 我记得当年 房间有个小儿子 就叫王天河 这不可能啊 王家上下25个人 除了在车祸中丧生的王天河 其他的都在这里了 烧了吧 是 当时我们一一清点过的 没有留下活口啊 那就算刘松绑架了那个杨孝孝 那只要抓住刘松他们就可以了 为什么还要对整个刘家出手 你不觉得 他们做的这个事情 与咱们当年对王家做的事情 终于成了 不管他是不是王家余孽 既然他敢杀了我儿子 我就让他替我儿子偿命 不能杀 如果那小子当真是王家的余孽 我们得利用他找到龙形预备 则则我们这么多年的心血全百分 可是你能撬开那小子的嘴吗 王家人 你一个一个的嘴匠啊 你不是不知道啊 咱们可以利用杨家 既然那小子 这么喜欢练你叫杨孝孝的女 咱们正好可以利用 你不会是早有想法了吧 晓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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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晓晓晓 晓晓是我 你老公 王天和 天和 天和 没事了 没事了 我妈呢 咱妈没事 在另外的房间正睡着呢 那就好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对不起 害你受到牵连 那些人是冲我来的 不过你放心 都被我解决了 能抱抱我吗 来 好了 你怎么不告诉我 你们住在墨连居的 妈 你也没给我们机会说 他到底是什么人 干什么的呀 医生啊 妈 你忘了 我的腿就是天和 帮我治好的 这块肉 对了 明天有一场皇家宣讲 你们陪我一起去 好 不好意思 请出示下邀请函 什么邀请函 拥有邀请函才能参加本次宣讲会 哟 这不是强王女人姓王那小子吗 你也收到了邀请函 不对 你可没有邀请函 没有邀请函 可参加不了这场宣讲会 我劝 我劝你们都赶紧滚蛋 当初你要是跟了我 管他什么皇家宣讲还是什么 我想去哪就去哪 你知道我周家在九州是什么地位吗 周昆 不是所有人都爱慕全是地位 我杨孝孝想要的 是一个能够相伴一生的丈夫 而不是你这样 只会一来伸手 犯来张口的废物 那也比这小子要强吗 不好意思 全世界没有人能比得过 所以我劝你 还是死了这条行李 喂 我现在在宣讲会的门口 马上派人送三张邀请函过来 这 你想到你是谁 听过一些传闻 传闻说 血沙店是咱们华下的手头是 这么说 那小子是血沙店的 小子是血沙店的主人 店主 爸 你说的是真的吗 今天你做什么 我承认你说什么 你给我接住 好 郑先生 你 王先生 好久不见 你怎么来了 你过来也不跟我说一声 我可以亲自引接你了 你怎么也认识郑先生 认识 当然认识了 往后 这三位参加任何的宣讲会 都无需阻拦 也不需要任何的邀请盒 二位 这是我的名片 好 以后有任何的需要 随时联系我 我一定全力服务 郑先生 你也给我一招吗 不好意思 你还没有资格拿到我的名片 三位 请 怎么 你他也看不起我吗 我们还需要核对一下 邀请韩信件 你可以进去了 姓王的 我早晚弄死你 宣讲会稍后开始 有其他的需要 三位再叫我 你是怎么认识郑元的 他对你怎么这么恭敬啊 你到底是什么人呢 呃 这个 我也很好奇 你小子 到底是什么人 跟郑元有什么关系 跟你有关系吗 怎么没关系 一而再三而三 你以为我会就这么算了吗 哼 周坤 你爷爷真的什么都没跟你说吗 跟我爷爷有什么关系 嗨 嗨 你敢笑话我 就你 周坤 你放手 别太过分 别以为你认识郑元又怎么样 我跟赵天刚 还是拜把子兄弟 没想到周家与赵家竟然也有勾力 我不管你是怎么认识郑元的 但是在柳州 赵家才是真正的 竟然还有人敢这么骂王天和 看来是活得不耐烦了 韩老 真的是好久没看到你小子这么怂了 诶 这是你新婚的妻子吗 啊 笑笑 这位是韩老 算是我的上司 韩老 一点礼物就当做见面礼了 这太贵重了 我不能收 这 这不是皇家一直珍藏的 一件就要上亿的藏品吗 不过是一件藏品 没什么珍贵的 收下吧 收下吧 要是不喜欢的话 转头 变卖就是了 韩老 那我收下了 不过您放心 我绝不会变卖 客气了 我希望你们两个早生归子 别省得你小子 顾家挂人一个 左去试来 不管不顾 是是是 韩老 刚刚我是开玩笑的 郑元 你小子眼光也不怎么样吗 都不挑选重要客人的吗 什么时候这种人也能进来听我的宣讲 对不起韩老 都是我的错 韩老 我错了 郑总 我错了 韩老 我错了 郑总 我错了 不要赶我走啊 以前我担心啊 你不能给笑笑幸福 现在我放心了 妈 你放心吧 天涵 他很好 对我也很好 我一定会幸福的 现在我放心了 我有些知道 爸为什么愿意让你嫁给他了 跟他好好过日子 赵天刚 赵天刚 赵天刚不是死了吗 怎么又活了 难道是我看错了 真是没有想到这次宣讲会啊办得这么成功 哪里哪里 以后还有机会的 下次可以再来吗 要不一起吃个饭吧 下次吧 下次啊 我请你吃 妈 晓晓 我去上卫生间 怎么 喜欢我 还不惜追到房间里来 说 这玉佩哪来的 一个朋友送的 反正是假的 就留下了 谁 叫什么名字 我 我不记得了 就见过他一次 我又都想不起来了 嗯 你知道真正的玉佩在哪儿啊 告诉 我们一起 如何 姐姐保证 把你伺候的 一生一死 这么着急走 干什么呢 你 不想知道 谁给我的玉佩了吗 滚 喂 秦六 查一下 VIP508号房间这个女人 我要知道她周围的人缘关系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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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那小子就是王家人 是江梅林那女人的儿子 你怎么知道 我看到她身上的梅花太近了 跟江梅林儿子脖子上的梅花一模一样 你去见那小子了 你疯了 要是被那小子认出来 他一牛就吓了你 这可惜了 他没认出来 他别回来 真是没想到啊 本来以为这辈子都不可能知道龙熊玉佩的秘密 没想到 老天又把这个机会送到了我面前 江梅林 江梅林 无论是你 还是你儿子 这辈子只能在我的脚下 王天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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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给我站住 王天和 你给我站住 这周坤疯了 不就是被赶出宣讲会吗 至于这么生气 追着车子跑 不是 爸 你不知道 被韩全赶出宣讲会的人 这辈子都不会有人再邀请他们参加任何的夜会 也不会有人想和他们合作 即使周家有百里的机 也会在一期之间就被毁了 这 这么严重啊 要不你跟韩总说说 不要做得那么绝 这周家呀 在柳州也是一等一的世家 得罪了周家 对你们 对我们杨家 没有任何好处了 妈 没用的 在被他赶出去的瞬间 这件事就被传出来了 正是因为知道事情的后果 周坤才会如此的分 唉 老大 查清楚了 那个女人是赵家的人 赵元爸的妹妹叫赵丽 你们着急走干什么呢 你不想知道 谁给我的玉佩了吗 那个女人是故意的 她想查清楚我是不是王家人 什么 那女人疯了吧 她要是不疯 又怎能做出这样的事情 我现在怀疑 真正龙行玉佩 就在赵丽的手上 有可能 因为我听人说 赵元爸特别宠爱这个女 去 把人给我盯紧了 好 对了老大 还有一个事情 我们的人今天在警戒 看到一个和赵天刚 整个一模一样的人 谁 赵天刚 对 就是 要不是看到监控画面 我都不敢相信 而且我们的人 说明明看到他进入到了酒店 可找遍了都没找到他 这个人就像是 凭空出现又凭空消失了一样 不可能 赵天刚已经死了 他绝对不可能是赵天刚 可是 可是我们的人 看了赵天刚的坟墓里面 空无一人 那就查 就算查个底朝天 也要把这个人给我查出来 是 周嘉刚刚来人了 送来了一张请柬 说让我们周末一定要去参加 我看 阿诚就是周坤送来的 周坤 老大 要不要我 不用 既然周嘉邀请我们去 我们就去 我倒是要看看 这周嘉到底想干什么 周坤虽然为人有些魂 但周爷爷还不错 咱们就当时去看看他老人家 好 听你的 行 那我现在就去安排 不错 该做什么 就不用我再说什么了吧 我一定要让王天和那小子 更沉重的代价 嗯 去吧 天和 带我来这干嘛 给你买点礼服 既然是参加宴会 就要穿正式点 看看 喜欢哪件 嗯 这件怎么样 我觉得还挺好看的 你看 这个扣子 不好意思 这个电话 喂 哎 你要是不买 或者买不起的话 就不要乱摸 你知道这件衣服多少钱吗 啊 摸坏了 摸脏了 你赔得起吗 你这人怎么这么说话 我就这么说话 你能怎么样 看你这样 你看标价了吗 你付得起钱吗 哎 你走吧 走吧啊 哎 说你呢 你 哎 别看了 走吧 别浪费时间 走 走 你就是这么招待客人的时候 老板 店里招人的时候 我怎么说的 不要戴有色眼镜看人 哪怕农民工来了 只要他们想买 我们都得好好的伺候他们 你啊 被辞退了 老板 我错了 收拾你的东西 赶紧给我滚蛋 我错了老板 哎 哎 我是这家服装店的老板赵丽 不好意思 上面有了过好的企业 这两件送给你 就当是我给你的推理吧 小小 这是你开的店 对 小小我们走 哎 天和 你怎么了 小小 你要再见到那个女人 有多远离多远 她不是你能应对的蛇蝎女 可是她看起来不像坏人 坏人怎么又把心思挂在明面上 总之你听我了 以后再见那个女人 以后多远离多远 绝对不能与她独处 知道吗 嗯 天和 我总觉得你心里藏着很多的事情 我虽然不能帮助你 但是我可以倾听 如果你想告诉我的话 可以跟我说 再说 我是你老婆 你的事就是我的事 当然 等你想开口的时候再跟我说 我只是想告诉你 你还有我 好 等我解决完这个事情 一定好好跟你说 回去吧 礼服的事 我让秦六 远些给你送 嗯 亲爷爷 等等 爷爷 你看就是我是谁 你 你是 是我 我是天和 天和 你没死 你没死啊 我没死 我还活着 太好了 真的是太好了 没想到他会有生之年 还能再次看到你 老爷 少爷 少奶奶 在天之灵也能够安息了 天和 亲爷爷 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赵家 刘家 为什么攻救王家 这事儿啊 都是老爷当年珍藏的那块玉佩 也就是王家传承的那块玉佩 不知道什么时候 这块玉佩的秘密 被传了出去 秘密 什么秘密 来 爷爷 先坐下 爷爷 你觉得怎么样 天和 爷爷 放心吧 你的病 我一定治好 现在 跟我回家 我来照顾你 小小 我来吧 别弄脏了 这叫什么话 脏了洗洗就好 你都不介意 我怎么会介意 秦六 是我 你现在马上 天和 天和 小小 控制住爷爷 别让他伤害自己 不敬请爷爷 来 秦书 来 秦书 躺下 爷爷 感觉怎么样 天和 好点了 秦书 你放心 你的病 我一定能治好 往后 都不用再失恶地哭 留在这里 我们会孝顺你 还忘了给你介绍 秦爷爷 这是笑笑 笑笑 这是秦爷爷 小的时候 都非常照顾我们 嗯 秦爷爷 我是天和的妻子 叫我笑笑就好 好 有你这孩子 陪在天和身边 我真的太高兴了 秦爷爷看着眼熟 好像跟韩全韩总 秦爷爷和韩全 原来是同胞兄弟 天和 过往的事就不要再提了 那韩全心数不正 自从他改姓以后 我与他再无瓜葛 你们饿了吧 我去做饭 你们先聊 好 辛苦你了 辛苦你了 什么辛苦不辛苦 你们肯定有很多话聊 这么说啊 赵天刚 和刘家的事 也是你做的 是 我定有他们血债血偿 爷爷 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你好好跟我说说 相传 那枚龙行玉佩 可以开启一座 今天的古墓 古墓里 金银财宝无数 是王家守护着这个秘密 不知道什么原因 这玉佩的消息 就被传了出去 那真的玉佩 在赵元爸的手上 在王家 在我家 就在王家 那年老爷 本想让我带着玉佩逃走的 但万万没想到 赵元爸心狠手辣 将王家人 全部杀害 我在他们走了以后 就再次带着玉佩 葬毁了王家 我这就把玉佩拿回来 爷爷不急 以后再去救 你身上的病 当年 赵元爸就威胁了 想让我协助他 我没答应 最终 就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放心吧 有我在 你一定会知道 你会不会责怪我 擅自将秦爷爷留下来 怎么会 你不是说了吗 秦爷爷对你来说 就像秦爷爷一样 那对于我来说也是 以后再有这样的事 你都不需要经过我的同意 还有 无论你想做什么事 我都会站在你身后 支持你的 能娶到你 是我这一辈子的幸运 我才是最幸运的那个 我才是最幸运的 玉佩最终还是毁到了我的手上 爷爷 当年 为什么不直接毁了这玉佩 毁了 毁的并不是那块真正的玉佩 而且是当着赵元爸的面毁的 可是他们不相信 非要老爷拿出那块真正的玉佩 他们知道 真正的玉佩是温润的 我觉得他们应该不知道 只是他们不相信 老爷会轻而易举的将那块玉佩摔碎 我猜想 哪怕是摔碎那块玉佩 他们也不会放过王家 天鹤 不要再找赵元爸和其他几家复仇了 赵元爸不好对付 他的后面 他用非常强悍的势力 甘心 一旦你是王家遗子的信息传漏出去 赵元爸 一定不会放过你的 他不放过我 我还不放过他呢 赵元爸如果真有胆量就来 一定要他付出你有的内容 刚收到消息 赵元爸也来参加今天晚上的这场宴会 正好 这是他自己送上门来的 我们今天去好好会一会 怎么了 哦 没什么 我们走吧 这样 你不是早知道那小子要来了吗 这么沉不住气怎么干大事 哎呀 你没看见那小子那眼神 显然是在嘲笑我 明显的挑衅呢 那又怎么样 你要是赶在这脑上 随便你 最后别求我就行 早晚有一天 我要把他大谢八快 祭奠我儿子的王魂 哟 周坤 你这小子还真敢来 周家竟然敢请我过来 我有什么不敢 我请你来 是为了给你小子好看 来人 等我把这小子扔出去 你 以王令吗 你 你是 见过以王 什么 以王 他是以王 周坤 你不想活了是吧 你指谁呢 爷爷都不敢这么无理 你小子是不是不想活了 他要是以王 我就是神 小子你不想活了是吧 赶紧跟以王认错 知道这是什么 以王令 以王榜单者何在 以王榜单者听令 他真的是以王 起来 起来吧 你爷爷不在 我来替他教训 要不是以王 谁能破你周家的密度 还不赶紧给大人道歉 对不起 看在你爷爷的面子上 这次我就饶了你 要是还有下次 可不是一句简单对不起就能过去的 谢谢以王的解 滚 这以王 是什么图 你知道以王榜是怎么来的 这以王榜 不过是模仿了血沙殿 这血沙殿是什么 不用我告诉你 这个我知道 血沙殿 犹如我们华夏的保护神 一旦发生战争 和任何重大事件 都是血沙殿去做 不管 什么身份 都不敢得罪血沙殿的 你不会是说 王天河这小子 是血沙殿的人吗 这以王榜 本就是模仿的血沙殿 同时也是招募 全法下 而是全世界 最好的一身战争 之前我听人说过 哪怕是以王榜上的第一人 能比上真正的以王 一根深圳 更何况 秦海都曾经说过 这以王榜上的人 全部都要听从以王的调解 也就是说 无论是秦家还是周家 一旦不会被我们所议 甚至也许 那小子还会利用一王 这 那 那你的意思不就是说 我们斗不过这小子 两位 好久不见了 谁和你好久不见啊 怎么 难道是因为十年没有见 赵叔就把我忘了 我 王天和 你 你家那个王天和 我不认识什么王家 更不认识什么王天和 你啊 认错人了 怎么会呢 我这辈子 若是把我自己忘了 都不可能忘了你这张脸 妈 这么快就忘了 这么快就忘了 你手上不是 你怎么来的了 看一样子是小姐 那 四个家 不少我家的王天 历历在门 这十年来 我一天都没有忘记 嗯 嗯 想知道刘家现在怎么样了 想知道他们在哪 你 你 我原是你 知识 不仅是你家 求求求你家 我一个都不会忘了 哦 对了 我还给你准备了 希望你看到礼物的时候 还能像现在这么恨 你们有什么事情 或者问题 请直接找我 不要打扰我的宝贝老 怎么样 还想待会儿吗 你事情都忙完了吗 目的已经达成 你要是觉得 待在这里 温身不自在的话 找回去 等等 你跟赵家 算了 等你想说的时候 那好 再跟我说吧 好 很快 我就把我的一切 都告诉你 走 那小子 真是一王 我骗你干什么 一王令都在他手上 他不是一王 谁是一王 小子我告诉你 拥有一王令者 则为一王 就可以驱使榜单上的所有人 哪怕是我周家 哪怕我爷爷是榜单上的第一名 第一名 第一名算得了什么 就算你爷爷在一王的面前 那也是小屋见大屋 周坤 你小子可别犯处了 比一王远点 越远越好 你要是得罪了一王 趁早让你爷爷带着你上门道歉 我要是想收拾那小子 周坤 你小子不想活了是吧 这里那么多榜单上的人 有多少人想要成为榜单第一名 你刚刚那些话 要是传入一王的耳朵里 你周家 还想不想要啊 反正我都得罪了 人一王都没跟你计较 你要是非得找死 我先替你爷爷教训 还有 告诉你爷爷 以后比赵家远点 没想到那小子真是一王 不 他还是血沙殿的人 老爷 您看 什么呀 啊 王天河 王天河 我要不弄死你 我就不是 赵元爸 对不起 我曾我曾 都是赵元爸指示的 都是的 我只听他的分话 去唯独王家人 根本不是我们杀了王家人的 怎么办 我天河这小子 连人比我们小家中还要难以对付 我觉得今天你可以跑到我们前面暴露身份 二十一惊仙皇怎么对付我们赵家了呀 哼 我掀他一步弄死他 喂 你给我弄死个人 你把他弄死了 你要什么我都答应你 你一定要快 黄天河 怎么样弄死了吗 这么说 你们没弄死他 弄死他 他不弄死我那就算好的 只是你自己看着办法 我们还有那些兄弟 你给我猫手 汪天河 汪天河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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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大 赵元爸这次真是下了血了 为了围剑 害了五十几个人 最后全被抓起来 我觉得他这次一定不会是 他呀 肯定要狗急跳墙的 我就是要让他狗急跳墙 我还要让他身败名利 这辈子都抬不起头 这段时间 多拍些人 不要给赵元爸 放心吧老大 哦 对了 我让你调查 赵家父友的那股事 查的怎么样 哦 我查过了 唉 在柳州发现了一个叫虎爷的男人 此人心狠什么 做人做事凶狠的 所以柳州 没有几个人来得罪他 这赵元爸 是怎么认识他的 赵元爸早在王家出事之前 就认识他 你怀疑 这个叫虎爷的 你参与了我 有这个可能 我知道了 去吧 好 怎么还没睡啊 我刚做了一个梦 我梦见你满身鲜血 我好怕 你害怕 我会死啊 不许胡说 放心吧 既然我已经来到你的身边 就再也不会离开你 等我抱了王家的劝儿身仇 一定用往后余生 来报答你的救命之恩 你到底是谁 为什么对我这么好 你说我是谁 需要你老公我 用行动来证明一下呢 嗯 废物 我要你们有何用 王 王天和 他警惕性极高 属下等人根本无法靠近 一群废物 王 王爷 王天和 他是难以后勤 可是 他身边那个女人 似乎很容易对付 对 杨孝孝就是王天和的软肋 你们快去 想办法 跟杨孝孝身上瞎 是 他们行动了 老大 你果然六十如神 继续查 那个假的赵天纲 到底是怎么回事 是 赵天纲已经死了 头颅被砍下 复活的几率为理 所以那个人不是赵天纲 晓晓 嗯 你真的了解王天和吗 怎么突然为这个问题 我总觉得王天和这个人吧 嗯 高神莫测的 你确定他真的喜欢你吗 不知道 不知道 你什么都不知道 你还敢嫁给他 那万一他是什么歹毒之人 怎么办啊 不会的 天和不是坏人 我第一眼看到他 就有一种莫名的熟悉感 很奇怪 明明不认识王天和 可就是觉得很亲切 难不成 你很早就认识他了 没有吧 反正就是觉得很熟悉 当年 我们找遍了所有的地方 就是找不到龙熊玉佩 你说 这龙熊玉佩 会不会在王天和身上 有这个可能 我一定要找到龙熊玉佩 否则这几年的努力 全都白费了 可是啊 你别情绪妄动 王天和那小子 可不是好对付的主啊 有办法对付他 现在 现在基本可以确定 龙熊玉佩 就在王天和身上 你打算怎么办 我现在不方便露脸 只能先利用赵元霸了 王家那小子 今非昔比了 赵元霸不是他的对手 王天和这小子 必须得死 确实 他如果不死 如果查到你身上 怎么办呢 当年王家的事 你也脱不了干系 休想躲在后面 作收渔王之力 可恶 又被他跑掉了 他绝对不可能是赵天刚 能三番两次在你我面前消失的人 道行不浅啊 老大 那我们该怎么办 找赵元吧 他敢用赵天刚的脸 说明和赵家 关系匪浅 是 我知道了 当年王家惨遭灭门 仅凭四大家族能力 绝对不可能杀害父亲 这背后肯定有什么阴谋 我父亲当年 可不是楼椅之辈 又怎会被轻易杀害 这都会被轻易杀害 需要您的阴调 适当中 要不要 缴人 这都会被轻易杀害 晓晓 你怎么了 好热 我们把空调打开 好热 好热 哪里热 确实 确实都热 老婆 你今天 这么有情绪 什么 既然老婆今天这么乖 那老公我就好好帮你降下 不对 晓晓 你怎么了 晓晓 什么 中毒 对 而且还是一种非常罕见的毒药 那 那怎么办 连老大你都救不了吗 不是救不了 而是这种毒非常罕见 需要照对方的用法顺序 否则 只能吃得其反 那 那怎么办呢 没时间了 我亲自食药 晓晓晓 晓晓 你醒醒啊 别吓唬妈妈 妈 你放心吧 我一定会救晓晓的 是谁给晓晓下的毒 我一定要杀了他 妈 你别激动 晓晓不会有事 天盒 晓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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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男 Jam 摯嶽 不用不说 你不会死的 我绝不让你死 很难说对不对 忍一忍 再忍一忍 我马上就能坐下 只要救你 天鹤 我好累 你早在睡会儿 你没事吧 我没事 一身试读这种事情 是我瞎怪诞 查清楚 下渡之人是谁了吗 可能 是夫人的堂前 杨小辰 是他 因为 只有他接近过夫人 去查一下 他最近 和什么人交往密集 是 很有可能 此人就是当年 开门家家不饶的 罪魁祸首 你醒了 你怎么了 为什么身上这么烫 别担心 没事了 嗯 对不起 是我给你带了 无尽在那 可恶 要不是王天河那宰的 我儿子也不会身上一出 有龙行玉佩的消息 有龙行玉佩的消息了吗 没有 这十几年 为了寻找龙行玉佩 我一直不敢以真面目示人 若这龙行玉佩落在他人手上 你我 你我可没有好下场 早知道如此 当初就该赶尽杀绝 总之 王天河这小子 始终对我们是最大的威胁 他必须得死 我早就想杀了他 但是 我 我不是他的对手啊 王天河最近受伤了 他现在的武力值 只有过去的百分之二十 你说的是真的 先这样去 好 好 老天帮我呀 我已经按上你的分 把毒下在咖啡里了 做得很好 孙兄你不要杀我 放心 只要你听从我的安排 我是不会伤害你的 好 老大 新发现 你看 这两份DNA的报告 竟然是一样的 虎爷 也就是说 现在赵天刚救赎你 可他为什么要用赵天刚的 这就不知道了 不过我怀疑 他之前的命运 可能无法再使用 这背后 肯定有什么不肯告的命 我们要不要 赵家给你我断了 不行 先去给我调查清楚 这个虎爷的真实身份 我这就去吧 不过老大 你身体还未痊愈 凡事要小心 无碍 行 那我去了 笑笑 原来你住在墨连区啊 这房子可不是有钱就能买到的 这是王天河的房子 我也只是错误的 你们不是已经结婚了吗 他的不就是你的 就只是两个结婚事 没有办正式的婚礼 也不能算是值得你自己 那还不是迟早的事吗 对了唐姐 你今天找我是有什么事 我这周末过生日 想邀请你跟王天河 一起参加我的生日聚会 家里来客人了 是 唐姐特意来看我 是吗 笑笑 我一会儿还有事 那就先走了 我们周末见 拜拜 你看你 一回来就把我的客人吓跑了 他不是什么好人 以后离他远点 你别胡说八道 我和唐姐一起长大 他是不是好人 我还不知道 我说了 以后 离杨小禅远点 你是不是有被害妄想症 见谁都觉得像坏人 笑笑 你设施未深 防人之心不可无 我不想让你看到 这世界黑暗的一面 做个简单快乐的人就好了 唐姐 生日快乐 笑笑 谢谢你 客气什么 这什么呀 诶 我朋友来了 我先失陪一下 嗯 去忙吧 笑笑 听说你结婚了 你老公是干什么的 嗯 他是医生 天河能治好我的腿 也能治好千爷的病 他肯定是个很厉害的医生 医生 那他在哪个医院工作啊 嗯 他好像没在工作 没找到工作啊 也对 医生的工作可不好找 哪是你老公这种人 能随便找到的 诶 你唐姐不就是院长 要不要托他 给你老公找份工作啊 不用了 笑笑 咱们都是亲戚 你就别不好意思 笑笑 你赶快离开这里 天河 你没事吧 有没有受伤 我没事 你保护好自己 不要让我担心 知道了 嗯 只要保护好了我自己 天河才能心无旁骛地 用其他人 你是谁 谁派你来的 我天河 今天就是你的自己 无自量 就凭你 受死吧 叔 到底是谁 谁派你来的 想知道 全门严重 看完今天杀不了你了 晚一日放肠 望天河 早晚有一天 我会让你死在我手里 天河 你受伤了 放心吧 我没事 你到底是什么人 他们为什么要追杀你 我的身份复杂 等有机会再告诉你 好不好 放心吧 他们伤不了我 快把衣服脱了 我看看你伤哪了 老婆 我没事 怎么没事 你都流血了 那不是受伤 是 是我之前体内的淤毒 淤毒 你中毒了 你这么关心我 那当然 放心吧 一般人 伤害不了我分好 嗯 嗯 嗯 要查清楚了吗 查清楚了 是赵元爸干的 找死 赵元爸一而再再而三地触碰我们的底线 要不然我们 让他死 太便宜他了 当年 周远把那人冲击王家 见人就杀了 手段积极才能 他这种弱动的那人 不会得到此下证 他必须是一种自动的人 老大 那你的眼下之意是 打断他的腿 让他也体会体会 非我生不为死的 下这就去办 麻烦你们了 你们什么人 你们要干什么 别打了 我有钱 住手 我把钱都给你们 都给你们 都给你们 你也有钱 我也有钱 我把钱全给你们 老婆 在做什么呢 炖鸡汤啊 给你补补身体 你老公 我身体这么强壮 还需要补 炖鸡汤 有很多药药的好吗 比如增补一气 提高免疫力 比如强身健体 补肾壮阳 王天和 你脑子里一天都爱想什么 想你啊 你什么时候学的 用嘴滑舌啊 讨厌 你喜欢就好 我出去了 快尝尝 鸡汤好不好喝 嗯 麦香还不错 看着就好喝 天和 天和 天和你怎么了 好喝 这么好喝吗 这鸡汤再好喝 也不能多喝 这样吧 我带你走动走动 我不想走动 我想洗澡 想洗澡就去啊 干嘛跟我说 我受伤了 我不能动了 我现在就是个废人 这个时候 不是应该是我洗子 你帮我洗澡 啊 我帮你洗 不愿意啊 愿意 嗯 走 老婆 你对我这么好 像是没有你 我该怎么办 莉莉 我一定要杀了王军 我一定要杀 你放心 我一定会找到龙须一辈 请你报仇的 我现在是生不如死啊 妹妹 你给我来个痛快吧 啊 好死不如烂活这样 莉莉 你要给个报仇啊 你给我杀了王军 替你和天干报仇的 哎 笑笑 你跟王天和 什么时候举办婚礼呀 婚礼 对呀 当初你爷爷 选择王天和的时候 他直接就把你带走了 知道的 你们是领了证的 不知道的 还以为你们是非法同居呢 妈 现在都什么年代了 不流行办婚礼 什么 你们不举办婚礼了 我也不知道了 天和他从来没提过这个事 不行 我就你这么一个女儿 如果连婚礼都不办 我那几个小姐妹会怎么看我呀 妈 我没说不办 只是现在我跟天和 要不过两天 我去找王天和谈一谈 这婚礼不败可不行 妈 这件衣服适合你 你去试试 是吗 那我去试试 哎 你 你没张眼睛啊 明明是你撞我的 是你没张眼睛撞到我的 我告诉你 我这身衣服奢侈品高定 一百多万 赔钱吧 什么 一百多万 你讹人吧 信不信 有你啊 反正是你撞到我了 赔钱赔钱 不好意思啊 都是误会 我妈她 你又什么风向 什么素质 你赔钱赔钱 突然报警了 这位女士 自从你上个月被辞退开始 就是你这个月第五次 在我店的个人 我已经报警了 再不走 一会儿警察个就来 是你啊 是我 上次真是不好意思 刚才谢谢你出手相遵 你手直劳吧 我很好奇 天鹅他为什么那样对你啊 我和他之间 有一些误会 牵扯到上一辈的人缘 这一世代我也说得清楚 下次 我约你咖啡吧 嗯 以前 双腿残疾的时候 总是被人欺负 卑微如楼椅 自从天鹅出现以后 一切都变得不一样了 来 敢得罪周家 一定要让你们后悔的 除了钱爷爷 他还有什么家人吗 天鹅他究竟是什么人 我们都已经是夫妻了 早晚都要坦诚相见 你先松开我 为什么从来都不停 小小 没出事吧 怎么洗这么久 马上出来 小小 你怎么了 我脚崴了 哎呀 这么大人了 怎么能摔跤 还不是怕你突然闯下来 不然我会摔跤吗 慢慢起来 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啊 来 忍一忍 马上就好 哎 那是什么 啊 好了 哎 真的不疼了 天鹅 除了我 你还有其他家人吗 没有 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想听你的伤心事 我只是想多了解你一点 我父母 兄弟姐妹 所有的亲人 都被害死了 什么 还有这种事 汪家 现在除了我 无一人生还 没关系 都过十几年了 我呀 早都接受这个事实了 天鹅 以后 我就是你的家人 我会代替他们 一直一直陪在你身边 赵姨 你能不能告诉我 天鹅他究竟经历了什么 天鹅这孩子 可怜呢 我和他父母 是多年好友 当年因为一块玉佩 往的惨遭面门 说起来真的是 残绝人寰的灾难 还好天鹅从那场灾难中 逃了出来 玉佩 是一块龙形玉佩 你见过吗 好像见过 我听说这块玉佩 会给人带来恶遇和灾难 当年天鹅他父母 就是因为这块玉佩 而出了信 这玉佩到底是什么来头啊 这个 我也不是很清楚 我只知道 它是个很邪乎的东西 现在天鹅和他父亲一样 一直注重于这个玉佩 所以 如果你看到的话 一定一定要联系我 好了 嗯 我知道了 这样玉佩在王天鹅身上 那么杨笑笑 就是唯一一个 可以接触到玉佩的坏了 龙形玉佩 真的是邪悟吗 这照例说的话 又有几分可以信呢 在找什么 我 我有点无聊 想找本书看 找书 不就在这儿吗 啊 对了 秦六 老大 最近笑笑有些反常 派人盯着点 是 我知道了 不管是谁 只要敢打杨笑笑 和龙形玉佩的念度 那结果 就只有死 你带我来这儿干什么 你真的不知道 龙形玉佩在哪儿吗 我真的不知道 既然你找不到 龙形玉佩 那就只好用你来换了 你 你什么意思 蠢货 我一直在利用你 至于我告诉你的事 除了王家被灭门是真的 其他全是假的 我真的不知道龙形玉佩在哪儿 龙形玉佩就在王天河身上 看来 他忙了你好多事情 你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你以为你走得掉吗 放开我 放开我 你一直都在骗我是不是 没错 在商场的那个女人 所有的一切都是我罪的 不得就是为了接近 你卑鄙无耻 小龙形玉佩 我只让你下赠 老大 看这个 果然 因为龙形玉佩 那些曾经伤害过我王家的凶手 都已经开始传出欲动了 当年王家被灭门的真相 就要浮出水面了 潜柳 把龙形玉佩拿来 我要亲自去救笑笑 老大 这 放心吧 确实知道你一个人 还伤害不了我 比起龙形玉佩 我更想知道当年的真相 当年 究竟是谁里的司法家族 略不加下手 这里面究竟是不是出谈 啊 下下 啊 嗯 汪天河 我知道自己不是你的对手 在我们谈判之前啊 只得喝了就杯毒药 封锁一切面谈 龙形玉佩呢 先放了笑笑 反正王天河已经中了俊了 想来也跑不了 既然如此 杨笑笑也没什么用 放了他 天河 先生 有没有受伤 黄秦 是我连累了你 放心 有我在 天河 你不能死 你老是死了 我也绝不毒火 别怕 龙形玉佩呢 这就是龙形玉佩 赵丽 害我王家残遭灭门 今天 就是你的死期 今天和你放心 一定留你个全室 不说 今天 是你的死期 我 老是 我在龙形玉佩上 从网上 扶了一种皮肤快腐败的药 你马上救了些个楚八怪 原来是你 怎么这么强 其实当年你救了我之后 我就一直在找你 那你是特意过来找我的 是 我找了你很久很久 你究竟是喜欢我吗 还是回来报恩的 后者去动吧 那你对我这么好 是因为我当年救了你 是 也不完全是 一开始 的确只想单纯为了报恩 可是经过一段时间相处 好像慢慢地变了 你折服在柳州 不完全是为了我 有一部分原因 是为了复仇 是 原来他只是为了报仇 才会留在柳州 那等他报恩成 是不是就会离开了呢 敢得罪周家 一定要让你们后悔的 你 你先送开我 赵家出事了 听说了 赵元霸全身瘫痪 照例中毒而死 王家那小子 比他父亲还要心狠瘦了 那又如何 还不是被我玩弄于鼓掌之中吗 龙形玉佩出现了 咱们得抓紧时间 以免结外生枝 我知道 只要拿到龙形玉佩 我马上杀了王天河 老大 我最近查到些蛛丝马迹 你看 认识他吗 居然是他 当年 王家被闭门之后 这个人也失去了联系 我一直以为 他也死在了当年的大火里 王家当年灭门后 他就一直隐姓白名勾祸着 这个人叫王东 是我爸手下的一名副家 我怀疑 他是当年王家灭门事件的关键人 单凭赵令一个人 联合四大家族 根本不可能将整个王家直至死地 我总感觉 有什么事情是被我忽略的 尤其是看到王东这样的照片 可到底是什么 对了 韩泉最近在做什么 哦 韩泉 飘忽不定 我们的人已经许久没有跟他离家 你怎么在这 这世界上 还没有我去不了的地方 我真的已经尽力了 王天河是力强大 我一个女人 根本就不是他的对手 想办法分散他的注意力 什么意思 无论你有什么办法 骗王天河出来 抱住他三个小时 我 可是他现在根本就不信我说的话 那就想办法让他相信你 有必要点儿走险 去趟墨连局了 龙香玉佩一定在那儿 萧萧 萧萧 是你 萧萧呢 萧萧她不在 天河 我求求你别走 你陪我一会儿 到底在搞什么鬼 天河 我喜欢你 我喜欢你 喜欢我 对 我喜欢你 只是因为有笑笑的存在 我才没有办法跟你表达我的感情 那我倒想看看 就 就 我喜欢我 说 再快点了 有何目的 你说什么我不知道 那我就提醒你一下 甚至萧萧下毒 世人业人上我被人自杀的事 都是你干的吧 不是 不是我 还敢脚臂 你放开我 我说 我说 我 我不是故意要害萧萧的 是有人逼我的 他们逼我给萧萧下毒 如果我不从的话 他会杀我杨家满门 我不知道那个人是谁 但是我知道 他跟赵天刚长得一模一样 是他让你骗我出来的 对 他让我拖住你 但其他的我什么都不知道 笑笑 笑笑 你误会了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和小权 我跟他什么都没有发生 我发誓 这辈子 我皇帝和喜欢过的 和触碰过的女人 都只有你一个 那我刚刚看到的又是什么 我 哎呀 笑笑 你相信我吗 信 我信 虽然你总是野蛮我很多事情 但是你对我的好 我都记在心里 可越是这样 我越是希望你能够坦诚地面对我 天河 我们是夫妻 不是搭伙过日子的伙伴 我希望你能把心里的话跟我说 我们一起承担 好吗 你要知道我不是堂瓷娃娃一碰就碎 我没有那么脆弱 也没有那么不堪 我没有那个意思 你自己好好想想吧 我走了 哎 笑笑 笑笑 喂 秦六 老大 你猜的我人没错 我连锯进队了 先不要轻举妄动 我知道 赵家出事 他们已经开始自乱正脚了 我们等着大鱼上钩 收网就行了 知道 哎 笑笑 你别哭了 妈听了心里难受 黄天河这小子 太不像话了 你唐姐的主意他都敢打 这事要是传出去 我这张老脸啊 往哪里放啊 那你别说了 我都说了我相信天河 这件事 我希望你不要管 你让我安静一会儿 得 你自己得好好地想一想 接下来该怎么办 真不要脸 笑笑笑 王天河 你来得正好 我今天非得好好地教训你 妈 你这是干什么 你敢欺负笑笑 我打死你 我打死你 都是误会误会啊 误会 笑笑都告诉我了 你跟那个杨小禅 我 我呸 你们不要脸 妈 我近视半会儿 也跟你解释不清楚 这样 我跟笑笑说 你先出去 好不好 想好了 笑笑 能不能再给我点时间 我和杨小禅之间 真的什么都没有发生 那天你看到的 不过是杨小禅 他们想让你看到的罢了 我在乎的是这个吗 跟你在一起这么久 我不至于连你是个 什么样的人都不知道 我在乎的是 你到底有没有 把我当做妻子 我当然把你当成 我的妻子了 这辈子 除了你 不会再有第一个女人 能成为妻子了 既然你把我当做妻子 那夫妻之间 应该怎么相处 又应该怎么 喂 坤叔 阿大 赵天高出现了 你走吧 等你想清楚我们之间 到底应该是什么关系 怎么相处你再回来 笑笑 我真心想娶你为妻 希望你能记住这句话 王冬叔叔 还记得给我带糖吃吗 你光叫什么 当年 王家惨遭灭门 你居然还能苟活于世 想必做了不少 上天海里的事吧 果然 小看你了 确实 我早就不是以前那个 跟在你屁股后面 药糖吃的小屁股 你居然能查到 我的真实身份 百密总有一书 就像当年 王家的命门残案一样 我不也侥幸逃出来了吗 你就算逃出来又怎样 行你现在的道 能杀得了我吗 杀你 还需要我亲自动手吗 哈哈哈哈 你跟你的父亲是一样的 都是无用的蠢货 当年 若不是你父亲心软 相信我的一面之词 怎么会落得如此这个下场 哈哈哈哈 我父亲那么信任你 你为什么要出卖他 自然是为了龙行与配 我家残造灭门之前 我父亲就已经中毒了 是不是 没错 是我下毒 我父亲输 这输在他太过于自负了 若不是他中毒之身 柳州四大家族 他是你父亲的队友 今天 就会往下所有赞子的人 报仇 就想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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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啊 怎么会 不可能 我在龙行与配上 忽了一种无色无色的毒状 血浮 想逼你无陌生 你 这种感觉 是不是很神奇 小雪 感觉还算我 我只是以前知道 以前是神罢了 当年 我父亲也是同样的痛 啊 啊 求 求你救救我 当年 王氏灭门残 并非我 啊 啊 我当年王家门残 还有其人 柳州四大家族 已经全部倒下 王东分别是被人灭口 他刚才想说什么 啊 有可能 否则那些血迹 继续查 是 那戒指 似乎眼熟 什么 都是假的 你是被人胁迫才这么做的 对不起啊 笑笑 堂姐 也是被逼无奈 这么重要的事情 你为什么不早点找我商量 对不起 所以 你就原谅王天和吧 我和他的问题 不是因为你才产生的 即便是没有你这件事 我们的问题也一直存在 你就不要管了 可是 我知道我在做什么 老大 你要不把夫人给接回来吧 去 不去 你 你不去 我去 省得你每天茶饭不死 你小子最近胆子肥了是不是 老大我错了 哎呦 错 你自己每天念叨着杨笑笑 我才懒得多关闲事 前六 手下在 你怎么样 才能让一个女人知道你的真心 这 这是什么奇葩问题 我又没谈过联练 我怎么回答 呃 回答 向他表白 送鲜花 对啊 我怎么没有想到 嘿嘿 王天和 笑笑 哎 那我走 你到底有没有把我当成你的妻子啊 为什么受伤了不告诉我 我当然有啊 我只是不想让你担心 可你知道不知道 你这样只会让我更担心 对不起 对不起 我知道错了 那你不要再生我气了 好不好 啊 王天和 既然如此 你就更应该保护好你自己 你知道你受伤了我是什么样的滋味吗 我杨笑笑不是谁的累赘 也不想成为别人的累赘 如果你觉得我碍事 那好 我们可以离婚 不理 我这辈子都不会离婚的 可我觉得这场婚姻再继续下去 也只会走到尽头 对不起笑笑 我把我知道的 全都告诉你 王天和 我不是想让你跟我说什么 我只是 算了 你好好休息 你顺便想一想 到底是为什么要娶我 你想要什么样的生活 算了 诶 诶 唐姐 唐姐你要带我去哪儿啊 唐姐 唐姐你人呢 我 小小 嗯 小小 你之前跟我说 我对你好 是因为你曾经救过我 现在我们两清了 我想说 我喜欢你 从我第一眼看到你的时候 我就已经确定 你是我这一辈子 我一直爱的人 我想正式向你求婚 你愿意嫁给我吗 杨小小 你愿意嫁给我吗 我想永远跟你在一起 带你看遍 这世界上所有的风景 我喜欢你 你愿意与我同行吗 我没有家人 这些年来 截然一身 是你给了我一种 家的感觉 你愿意成为我的家人吗 王天和 你爱我吗 我爱你 相信 一开始我接近你 确实是为了报恩 可是后来我才发现 我已经离不开你了 爱可不是嘴上说声 那么简单 那我就用一生 用我的一切 护你周全 给你幸福 那你还愣着干什么 还不赶快给我戴上戒指 这戒指一戴上 你可就再也不能逃跑 那可不一定 你要是你还像前几天那样对我 我随时可能会老公 你敢 你看我敢不敢 孙小 谢谢你爱情 父亲 亲 你们看到了吗 从今以后 我不再是一个人了 我找到了一个 与我同情的人 你确定 你要娶我 不会后悔 此生不会 老爷 有龙行玉佩的消息了 说 王天和向杨孝孝求婚 据说准备在婚礼上 把龙行玉佩 送给杨孝孝作为贺礼 婚礼 婚礼下月初二 王天和在墨连居举行婚礼 吩咐下去 婚礼当天必须拿到龙行玉佩 是 记住 一定要小心行事 千万不要暴露身份 是 去吧 小小 我听说你未来老公很厉害 是姨王 住在墨连居 是不是特别有钱 小小 他送了这么多拼你过来 出手也太好了 谢谢大家关心 天和啊 他就是个普通人 没有大家想的那么厉害 小小啊 以前都是爷爷不好 忽视了你 你可不能对爷爷不好啊 怎么会呢 爷爷 小小 你跟王天和结婚 你可别忘了咱们杨家 记住了吗 嗯 知道了爷爷 谢谢 谢谢各位 恭喜 谢谢 恭喜恭喜 你小子终于结婚了 感谢韩老 里面请 听说你把龙行玉佩 当成聘礼送给杨笑笑了 是 你小子 出手可真阔绰啊 韩老 我记得 在拍卖会的时候 你见过龙行玉佩 见过 我没有戏看 那好 今晚 晚会就斗胆 让你好好看看 确定是很缺吗 现在不确定 这是怀疑 韩老可是得高望重的人 一旦有什么差池 还是 如果他真是为龙行玉佩来 经历 就一定会不及 明白 多拍起人 笑笑 切勿 让笑笑受到惊吓 放心吧老大 老婆 起床吃早饭了 嗯 想吃什么 想吃 水晶包 行 那就起床刷牙洗脸 老公亲自做 嗯 嗯 嗯 老婆 先喝一杯温开水 哎 老婆 我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 什么 是这样的 我看你每天都挺无聊的 就自若主张 把杨氏集团给买下来了 这一会儿 你就可以管理好他了 啊 嗯 王天河 你有考虑过爷爷的感受吗 他会崩溃的 你不喜欢 不是 你喜欢就好 天啊 我这是嫁了个什么人啊 随手就买下一个集团 跟玩一样 唉 小小 都是空运过来的新鲜水果 瞧瞧 老公 我好像生病了 什么 生病了 怎么回事啊 不知道 就是浑身没假 是不是发烧了 没有啊 那是怎么回事 来来 老公你爸爸拜 生病了 你不是一王吗 连我怀孕都看不出来 怀 怀孕 嗯 是的 王天河先生 你说 我要他爸爸了 我有孩子了 嗯 太好了 太好了 你轻点 小心吓到孩子 对对 来坐坐坐 我有孩子了 太好了 踢筷了 救折 似乃 似乖 没筹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